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的荣媒体直播正在进行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抖音 今日头条 集市通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89089000或者0431963890 以及守望都市的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他放在第一个首页的话也方便我们自己查看 也是便于他们工作人员的一个看到 我们也通行得比较顺畅 助力企业纾困简单 省人设厅等五部门出新证 新增仪式性扩干补部分上 旨在激励企业吸纳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 长春推进基层快递网点行业 优先参加工商保险 增加制度的吸引力才能激发快递网点主动参保的积极性 下一步的重点 各个行业的话都需要建立一个制度平台的体系 首先号一键查询 一键解绑出入上线 警方获获微信开设赌场案 涉案金额1500万 今天公安啊 美窝 什么美窝 男子出现银行卡 帮助他人非法洗钱 对方承诺给王某1600元人民币 换取这六张银行卡的使用权 对方又说 给你这个银行流水转进转出的15%作为提成 这样的话有十多万 就是王某同意了 长春制酒台T398路公交专线归付运营 乘客上车需要扫车马 出事48小时 找着6点到6点半途一帮 首先来关注中考 下面这条消息 即将中考的考生以及家长可要注意了 为了确保即将到来的中考安全平稳顺利实施 长春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了最新的相关通知 通知当中提醒广大考生做好考试相关准备的同时 还需要注意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 包括考前要提交的相关材料和核酸检测的具体要求 6月12号晚上长春市招生考试中心对外发布了长春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组考防疫提醒公告 那所有的考生应该从考前14天也就是6月12号开始完成集市半中的健康码注册 并填写长春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疫情防控考生承诺书和长春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健康状况和旅居轨迹监测记录表 据了解根据相关要求 从12号开始至考试结束期间 考生原则上不得离开考试所在地 且考前三天即6月23号 考生要向所在学校或考试招生机构上交四份材料 分别是长春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疫情防控考生承诺书扫描件或照片 长春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健康状况和旅居轨迹监测记录表扫描件或照片 当天的健康码截图以及从长春市以外地区返回的考生返程证明扫描件或照片 同时考生还应于6月24号25号上午7点至10点到居住地社区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在6月26号9点前将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上交至所在学校或考试招生机构 此外对考前14天至考试结束期间离开长春市或发热等情况不符合当地防疫要求的人员 考生不得与健康考生同考场参加考试 招考中心提示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足考防疫相关要求或会有相应调整 考生应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首网都市报道 现在大家每天都要用到急事办的小程序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急事办更是成为了我省居民疫情防控的重要工作平台 最近几天很多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 急事办进行了升级 其中这个吉祥马界面有了新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 特别是咱们的吉利人民 对于急事办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 无论是大家出门逛街购物还是去做核酸 都会经常出示我们的吉祥马 最近我们的吉祥马也是再次迎来了优化升级 在原有的左下方核酸检测结果的小模块中 又增加了核酸检测的学校 以便大家查验 那同样除了微信小程序之外 支付宝也是做出了同样的调整 点击健康码 也可以同样非常方便地看到自己核酸检测的时效了 我觉得挺方便的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去哪办事都要核酸嘛 也害怕自己这个错过时间 它放在第一个首页的话 也方便我们自己查看 现在还需要算一下日子 现在就比较直观比较方便了 也是便于他们工作人员的一个看到 我们也通行的比较顺畅 要人性化很好 在此也提醒各位市民 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灵动长春 在复工复产专区中点击核酸地图 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在位置附近的便民核酸检测亭 以及其工作时间了 首昂都市张萌静泽报道 来关注我省疫情方面的最新情况 6月12号零到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4例 另外6月12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10例 通报中还提醒广大公众 要密切关注各地发布的疫情动态信息 如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 或近期有疫情发生地区旅居时 请立即主动向当地社区村屯或疾控机构报告 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如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 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纠诊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明天就是世界限写日了 为此我们都市频道也将联合长津市中心血战 组织一场特别的专题节目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血战的工作人员们 在疫情期间的抗疫故事 3月11号 为防控疫情 城市按下暂停键 无数白衣天使逆行 奔赴抗疫无声战场 3月11号 长春市中心血战 共组织48名医务工作者 组成5支抗疫队伍 支援吉林省各地抗疫工作 李雪梅是长春市中心血战 现血服务部护士长 从事现血事业已经36年的她 有着丰富的专业阅历 3月11号晚10点 李雪梅临危受命 按上级指示 快速组建一支核酸采样小组 支援全民核酸检测 当时我是一个小时的事件吧 就是我们现血服务部 就是有20多名护士报名 最终呢 我们是我带了15名护士下去的 我们是支援二道区那个 理线委 分配那个不同的社区 就下去就要做核酸检测 李护士长说 支援一线的护士当中 有刚刚参加工作 不满两年的年轻护士 也有即将举办婚礼的准新娘 更有阅历丰富的资深护士 面对来世兴兴的病毒 大家都没有退缩 我要安全地给他们带出去 要安全地给他们带回来 12号 13号呢 做了一个培训 15号早上6点钟准时处罚的 支援二道区委建委 头半个月吧 就是整个全员回答点色量非常大 所以平均就是每天都得踩到上万人 我们每天要是爬楼的话 也有高长的话 就是33长 一梯四户我们往上爬 就是有电梯的话 我们是那个往下走是不坐电梯的 我们要往下走 这个电梯的空间呢 就是说比较狭窄 所以说当时我们要求我们护士 就是说坐电梯上到最高层 从最高层往下走 一层一层地往下走 一层一层地给美国做核酸 这样减少那个二次污染 在众志城城齐心抗议的日子里 无论是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还是下沉支援的社区工作者 在或顶风貌雨的支援者 奋斗者 守护者 每个你都值得被看见 我这个办公室吧 这个电话呢 是当时订的是预约电话 现雪预约电话 所以等到我上班的时候呢 就是好多人市民居民嘛 就是给我打电话 市民给我打电话 就是想要预约这个现雪 他说当时那个 你们不是雪站来支援二道吗 他说做核酸检测 他说我还那个 就是看到你们那个衣服上 房屋服上写上 长泉雪站的 他说我觉得感觉到特别亲切 他说我这个疫情过后呢 我也想分享爱情 我说特别欢迎你 疫情之下 白衣天使选择逆行 扛起责任与担当 而居家数月的现雪者们 也在第一时间投入 生命的能量 把05年06年的时候 第一次 那现雪以后 这不有的现雪证吗 第一次现了400 人家挺光荣的 我14次吧 然后这次应该是第15次 现在5240 没算这次的400 去年现过嘛 那个回去 这不是单位也说 这个就是好事 做好事嘛 带领着我们这个团队 那个大家都贡献一点爱心 现在疫情 这不刚解封吗 应该也有挺多的人 就是能用上的 尽自己一天 微薄之力 这是我第13次吧 现雪 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就是想献一点爱心 把自己的血液 能救一些需要的人吧 上医院 陪家人看病 那个大夫说 现在那个血战 比较缺欧星血 然后呢 说 就过来看看 然后去献一下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献血 跟我朋友一起过来的 因为感觉这个事对社会很有贡献嘛 就是多点有意义的事 这一行我们六个人 六个人全部过了 而且全部现雪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长春推进基层快递网点行业 优先参加工商保险 增加制度的吸引力才能激发快递网点主动参保的积极性 下一步的重点 各个行业都需要建立一个制度平均的体系 首签号一键查询 一键解放途物上线 警方破获微信开设赌场案 涉案金额1500万半 请进攻啊 哪屋 哪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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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出借银行卡 帮助他人非法洗钱 对方承诺给王某1600元人民币换取这六张银行卡的使用权 对方又说给你这个银行流水转进转出的15%作为提成 这样的话有十多万 王某同意了 长春制酒台T398路公交专线归户运营 乘客上车需要扫车马 出事48小时和孙女们 早上6点到6点半 门诊时长一刻钟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欢呼信的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日前呢我省五部门联合引发了相关通知 在5月12号出台阶段性社会保险住起纾困政策基础上 出台了第二轮住起纾困政策 扩大了环角三项社会保险费的政策试用范围 升级了失业保险住起纾困政策 记者了解到 关于扩大阶段性社会保险住起纾困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中 环角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扩为 一是增加受益对象 第一轮政策适用于五个特困行业 扩为后新增17个困难行业 以及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吸纳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 对企业招用今年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并参加失业保险的 发放一次性扩纲补助 标准为每人1500元 两轮住起纾困政策 着眼特殊时期 全省稳经济速发展大局 用真金白银的实实在在政策 助力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平稳度过难关 在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扩面 发放范围由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限域内 参加失业保险的中小微企业 扩大至该地区的大型企业 并对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餐饮 零售 旅游 民航 公路 水路 铁路 五个行业企业和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 疫情期间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中小微企业 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补助标准和发放方式不变 守望都市 英杰 彭飞报道 全省服务企业月活动开展以来 吉林省能源局组织人力 深入77家企业和重点项目进行实地踏查 研究确定了20项具体的事项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帮助 吉林省能源局围绕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减少企业欠缴电费违约金 提供能源领域政策解读 争取扶持政策 加快项目手续办理等方面 研究确定了20项具体事项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为保障重大项目用电需求 吉林省能源局协调相关部门 为重大项目配置专属客户经理 开辟半电绿色通道 落实最简流程 最优方案 最快速度机制 助力企业发展 汇同省电力公司 对受疫情影响的欠费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不停电 并减免在此期间产生的欠费违约金 全省23万企事业单位 和个体工商户欠费不停电 共延缓交费5亿元 减免欠费违约金4000万元 为加快项目手续办理 吉林省能源局主动协调相关部门 优化审批流程 开辟绿色通道 帮助华能吉林公司等单位 推动29个总装机 296万千瓦风光项目和准备案 协调地方政府 为孤家子储其库和福渝门站 土地手续办理等方面予以支持 全力推动各类重点能源项目 能核进核 能开尽开 省能源局将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 提升服务能力 让更多的能源企业健康发展 更多的能源项目落地深根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长城市人社局组织相关部门 研究部署了具体工作 推进基层快递网点行业 优先参加工商保险工作 落实落地 6月13号 记者在长春市人社部门了解到 近日长春市人社部门 向有关部门传达了上级部门文件精神 并明确表示允许用工灵活 流动性大的基层快递网点 优先参加工商保险 我们也了解到工商保险的主要赔偿范围 包括了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等等 对于我们基层快递网点的这些快递小哥来说 工商保险可以说是一道非常必要的保障 工商保险是由职工不交费 那么由快递网点来交费 一个月6000元的收入 每个月的保费是33元 一年是396元 增加制度的吸引力 才能激发快递网点主动参保的积极性 我们也了解到 为了落实好相关政策 长春的人社邮政税务社保部门 也建立了沟通协调机制 那么下一步将共同做好宣传 以及政策的落实相关工作 力争实现参保全覆盖 为快递网点去把它算清账 这样才能接受它的接受度 下一步的重点 各个行业的话 都需要能建立一个制度平台和体系 那么把目前还游离于 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 这些行业这些群体 那么要通过适当的方式 要把它纳进这个社会保障体系 首王都市程翰广为报道 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重要通知 2022年下半年自学考试 实践性环节考核的工作时间和报名方式 具体信息 我们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 2022年下半年自学考试 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的通知 考试相关信息和报名时间已确定 网上申报时间 6月24号90至7月8号下午16时 7月8号下午16时 网报系统将自动关闭 余期不再补报 报名采取考生网上申报的方式进行 报名网址如下 2022年国家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 于6月13号至26号举行 因考前考后组织工作需要 6月13号至27号长春市医药学会联合会暂停办理一切业务 请有办理业务需要的人员 在6月28号后电话咨询或前去办理 因快速路施工需要 即日起至9月30号24时 新城大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口全封闭施工 因朝阳区政府旧城改造项目施工需要 即日起至7月10号 龙里路同志街至人民大街 立信街自由大路至同光路 分段封闭施工 日前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召回管理条例和办法的要求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自即日起 召回生产日期标注为 2022年1月7号至2022年2月22号期间的 部分进口奥迪A8L系列汽车 共计2206台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线了 手机号一键查询与一键解绑服务 可以查询手机号注册的互联网账户的情况 通过这一功能 大家可以了解自己的手机号 绑定了哪些APP 不需要的APP可以进行便捷解绑了 我们的手机绑定了哪些APP 是不是我们自己都不太清楚了呢 如何查询手机绑定了哪些APP呢 如何能便捷地实现解绑呢 6月8号 工信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上 一键通查上线了手机号一键查询与一键解绑服务 可以查询手机号注册的互联网账户信息 并提供微博 淘宝 抖音和美团等解绑服务 首先我们在公众号上搜索一号通查 点击号码绑定 选择一键解绑服务 输入手机号及验证码后选择您要解绑的APP 然后点击申请解绑 确认后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即可完成解绑了 据了解 中国信通院近年来 已经提供了多项针对手机号的公共服务 包括在疫情防控中 广泛使用的通信大数据形成卡 此次手机号码绑定互联网服务的一键查询和一键解绑 更是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一致好评 首网都市报道 随着高考的结束呢 众多高三学子已经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开启了放飞自我的模式 当包袱突然卸下之后 很多之前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呢 就有时间去实施了 那么后高考时期该如何度过 如何做到放松但是不放纵呢 我们来听听老师给出的建议 十年寒窗 一朝复考 随着2022年高考最后一场考试的结束 高三学子们卸下了包袱 进入了所谓的后高考时期 从此刻到填报志愿 即顺利进入大学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期间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学习 生活和休息呢 如何在吃好玩好休息好的前提下 有所收获呢 来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自由校区的韩丽老师 给高三毕业生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 全面分析自我准备科学报考 未来想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想去什么样的城市 这些的前提是你准确的给自己做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部分 在这个多方位的准备的基础之上 然后在6月23日分数出来之后 然后你对自己前边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有一个科学的报考 二 设定各种小目标 掌握一技之长 你们可以设定很多高考之后的小目标 可以在这段时间考个驾照 减肥 健身 学打羽毛球 或者是女孩学学化妆 学学穿搭 这些小目标都可以让你在高考这个大目标完成之后 一个新的生活的寄托 这样的话你不至于太过于放纵 过度的放纵 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 三 修炼辅助技能为大学生活做准备 9月1号就要上大学了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学里边也很卷 那么你可能需要先做好准备 第一建议是语言 开始第一试期要说一道过四级 你的英语要过关 如果要是想学人工智能 大数据 这些比较热门的学科的话 可以去学学编程 这些都是在为大学做准备 除了以上建议外 还要提醒广大高三毕业生 要在旅行 运动期间注意安全防护 在游泳 乘船 登山 露营等活动中 要注意防范溺水 火灾及高处坠落等情况 假日期间应维持良好作息习惯 不要昼夜颠倒 沉迷网络游戏 暴饮暴食等 更不要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以免影响正常入学和日常生活 拥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才能拥有健康快乐的假期 才能信心满满地步入大学校园 首昂都市 网络海波报道 轻血搬尾片 国药轻烘血 血好血脑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警方祸祸祸微信开设赌场案 涉案金额1500万 请进攻啊 哪窝 什么哪窝 来的 来的 男子出借银行卡 帮助他人非法洗钱 对方承诺给王某1600元人民币 换取这六张银行卡的使用权 对方又说 给你这个银行流水 转进转出的15%作为提成 这样的话有十多万 王某同意了 唐春至九台 T398路公交专线 恢复运营 乘客上去需要扫乘车码 出事48小时 找着6点到6点半 头一帮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栏目由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近日安图警方根据一起 报案线索 经过缜密侦查 破获了一起 利用微信开设赌场案 涉案金额1500万元 抓获犯罪嫌疑人4人 事情还要从今年的5月底说起 5月20号 安图县公安局街道辖区居民张某报警称 其妻子在家用手机微信进行赌博 共计输掉10万余元人民币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当地警方立即介入了调查 通过对报案人的微信账号的流水 以及支付赌资的洋卡进行侦查 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经侦查研判 警方发现吴某某等4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5月31号 安图县公安局组织警力 前往山东省藻庄市 对4人实施抓捕 报案民警到达犯罪嫌疑人所在地时 发现犯罪嫌疑人所在村庄的居住地的墙都非常高 然后隐蔽性都非常好 基本上不与大户来往 在通过当地村干部以及村民的帮助下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 吴某某等4人均对其于1月中旬至今 在山东省灵异市和藻庄市家中 利用微信群开设赌场组织赌客赌博 为赌客提供便利条件 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公认不会 这4名犯罪嫌疑人之前就通过这种赌博方式进行赌博 想用这种开设赌场的方式进行牟利 警方介绍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某等4人已被取保候审案件 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沈旺都市报道 近期长春警方抓获了一名出借自己银行卡 帮助不法分子洗钱的犯罪嫌疑人 不法分子利用他的银行卡洗钱金额达百余万元 而自己从中非法获利1600块钱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卫星路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下发的一条断卡线索 辖区居民王某的银行卡资金流水异常 可能涉嫌出借自己的银行卡为不法分子从事电信诈骗获利 这张银行卡作为使用电信诈骗接收受害人钱款的一级卡流水达到96万 这个人名下还有其他五张银行卡 同时存在大量的金钱往来转进转出 办案民警经过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王某的活动范围 通过深入摸牌和大量的工作 6月3号凌晨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审讯中犯罪嫌疑人王某如实供述了 其因为缺钱通过网络加了一个好友 对方介绍了这个赚钱的活 在利益的驱使下 他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 帮助他人进行非法洗钱 一开始对方承诺给王某1600元人民币 换取这六张银行卡的使用权 后来王某觉得太少 对方又说给你这个银行流水 转进转出的15%作为提成 这样的话有十多万 于是王某就同意了 经过调查 犯罪嫌疑人王某共出售了六张银行卡 获利1600元 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在此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 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将个人名下的银行卡出售 如果该卡涉嫌违法犯罪 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守望都市 新京宇峰报道 为了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 违法犯罪行为 日前 府松警方全方位多角度收集 涉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线索 成功破获了一起 非法捕猎野生动物案件 近日 府松县公安局 仙人桥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仙人桥镇复明村南山林地内 疑似有人架设电子捕猎工具 非法捕猎 到达现场后 民警对报警人描述区域进行巡查 发现了用来捕猎野生动物的电瓶 逆变器 铁丝线等捕猎工具 民警就地设服 经过近六个小时蹲守 当日下午十五时许 将赶来巡猎的嫌疑人抓获 并在其家中兵柜内搜查出了 已经分解的疑似野生袍子肉 随后犯罪嫌疑人杜某交代 自己通过电瓶等方式架设陷阱 进行捕猎 经询问 犯罪嫌疑人杜某队在仙人桥镇 复明村南山林区内架设电子捕猎工具 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犯罪事实 公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杜某已被 辅送县公安局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守望都市战斌海拨报道 现在这个季节万物生长 正是挖野菜的好时候 但是提醒大伙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近日河龙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 就接到了报警电话 说家里有老人挖野菜走丢了 而且报警的时候 老人已经失联了12个小时 接警之后 消防人员马上开始紧急搜救 2022年6月4日凌晨 沿边州消防救援支队 河龙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 有一名老人在河龙市先锋林场 老里克湖附近挖野菜时 与同伴走散 失联近8小时 情况十分紧急 河龙大队立即赶赴现场 实施营救 当时三个人去挖野菜 然后对大队的地方不太了解走散了 走散之后 其中两个人就是顺着河流出来之后 就立刻报警 与我们联系 采野菜的人指的那个走丢的那个那条路径 我们就沿着这路径 心里面寻找 边寻找边用那个刀在树上 就是刻一些这个痕迹嘛 因为走的比较深 雨天林子里道路崎岖 能见度较低 情况极其复杂 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 在距离国道十多公里处 找到了失联老人 来了 别动来了 就是我们也喊的 然后也明强了 就是就是让他能听见那个声音吧 喊的那时候听到那边 又有一个女同志就回应 孙子那时候就把他找了 没事没事 别着急 没事别着急 快快快 能联系到他们吗 你那个 没错没错 拿到 你让他坐一会儿 一会儿咱还得走呢 坐一会儿补充这能量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 将携带的衣物食物 饮用水递给老人 并等老人体力恢复后 将其搀扶出林子 交给在外等待的亲人手中 小王都市家路编辑报道 清血半位片 国药精控血血好心脑好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长春制酒台 T398路公交专线 恢复运营 乘客上车需要扫车码 住室48小时 找着6点到6点半 头一半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本来没有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门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随着长春市疫情防控形势 逐渐稳定 人们出行需求 也在不断地增加 记者从长春公路客运集团 了解到 目前长春制酒台的 T398路公交车 恢复了营运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T398路的 公交车上 那么记者从这里的 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从6月11号开始 该线路的公交车 已经恢复了运营 这个像是T398 长春道酒台 现在是逐步恢复运营 乘客上车需要扫车码 出事48小时 和孙正明 早晨6点到6点半 头一半 据了解 T398路公交线路的 六辆车已经恢复营运 车辆的班次与车隔 均与之前保持不便 手末车时间为早 6点半到下午6点 车隔时间为30分钟 如有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居室 或者吉祥马为红黄马 带兴人员谢绝乘车 为了防控疫情 一天消毒4次 是一个来回消毒2次 乘坐本次班之士 隔一个坐坐一个 据了解 T398路公交车 共设置17个站点 骑驶站为金源市场 九台客运中心站 方便往返长春和九台的乘客出行 爽都市何欢光临报道 今天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在严格按照限流原则的前提下 也恢复了线下授课 闭馆三个月之后 学员们再次相聚一堂 共同学习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在严格按照限流的政策前提下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今天正式了恢复线下授课 那沉寂了三个月的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今天终于热闹了起来 我们一共有六大门类 十五项专业 比方说六大门类 有音乐类 美术类 体育类 摄影类等 然后专业 比方说有声乐 美术 书法 太极 体育类的 我们都进行这些恢复 据悉在疫情期间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一直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 对学员进行辅导 如今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按照限流原则 恢复线下授课 学员们终于走进了教室 共同学习 今天终于可以重新返回 到艺术馆来上课 我们特别高兴 而且见到了老师 见到了原来的同学 国里你从上到下到学员 一个都是一心的 在防疫的安全情况下 保证开学 很安全 也很安心 也很快乐 这是我们退学老年人 最大的幸福了 据悉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在线下授课期间 将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政策 合理排课 间歇期对教室全面进行消杀 为广大学员创造一个 安全有序的教学环境 首王都市王磊海军报道 电影院和剧院是很多人在休息日 选择放松休闲的场所 那么观影时应该如何做好防疫 权威部门给出了相关的提示 对进入影区院的工作人员和顾客 进行体温检测和核验健康码 体温和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 工作人员工作期间 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 顾客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罩 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更换 影区院内确保有效通风换气 温度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 加强室内空气流通 如使用集中空调 保持新风口清洁 定期对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 消毒或更换 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每天定时对公共设施设备 及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消毒 并做好记录 公共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 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有条件时可在电梯口 收银台和服务台等处 配备速干手消毒剂 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 实行预约制控制观影人数 推荐观众采用非接触扫码付款等方式购票 提醒观众保持安全距离 定在收银台等待区设置一米线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在我国第17个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期间 吉林省各地都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分移技艺展示活动 倡导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吉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系列活动 在延吉市春兴村古村落启动 活动围绕文物保护 时代共进 人民共享主题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启动仪式上进行了飞移项目的展示 展演 同时推出线上云游飞移 云购飞移 云展飞移 和线下文物集粹等多个活动板块 通话市邀请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走进社区 讲解人参历史 采生工艺 中草药炮制 等飞移技艺 并就文物保护利用 爱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等方面进行宣传 在辉南县朝阳镇平安春小学课堂上 吉利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挥发满足减脂传承人徐贵库 为小学生们讲解了 挥发满足减脂文化的起源 流派和意义 并手把手传授了减脂的基本技巧 了解了我国民间艺术的博大精深 充分体会到了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 全省计划举办 线上线下飞移宣传展示活动59场 借助活动影响力 打造品牌飞移民族项目 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 少王都市编辑报道 从4月初开始 吉林省聚焦文旅企业难点痛点 制定扎实有效的政策举措 有力缓解了企业压力 提振行业信心 推动文化旅游市场全面快速复苏 在长春文化国际旅行社 企业负责人崔元玉 正在和部门负责人 针对今年的旅游市场实际情况 涉及地址旅游团的出游线路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 旅行社成功组织了 意后省内旅游首发团 这也让企业对旅游市场复苏 充满了信心 崔元玉的底气 不仅源于逐渐复苏的旅游市场 更重要的是来自吉林省的专项政策扶持 暂退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加大对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奖补力度 减免企业营销推广费用 降低中小微文旅企业担保费率等18条 支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业 促进文旅市场意后复苏政策措施 对旅行社保证金的返还 一定程度上也为旅行社企业的舒缓压力 文旅厅文旅的消费券的工作 现在正在推进当中 那么文旅消费券也会进一步的触动 大家对市场的恢复 包括游客的消费热情 文旅行业18条政策实施以来 为770余家旅游企业环缴社保资金 近7000万元 退返保证金4000万元 争取吉林一连1148万元的资金 用于助企惠民 截至目前吉林 四平 辽园 通化 松园 白城 和梅河口等地 旅游企业复工复业率均已达到百分之百 上王都市编辑报道 近年来 严吉市立足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势 大力实施旅游兴市发展战略 依托民俗文化 冰雪项目 恐龙资源等 多点布局精准失策 满足大众化 多样化和特色化旅游市场需求 推动了现役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9年 严吉市成立了严吉茂尔山恐龙文化旅游区 恐龙资源是近年来严吉市亮出的一张旅游产业新名片 严吉恐龙博物馆于2021年5月对外开放 是吉林省范围内唯一的恐龙专题博物馆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我们的项目之一 严吉恐龙博物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成功接待游客6万5千余人次 近年来严吉市打造了一批村屯规划整齐 民俗特色鲜明 特色产业兴盛的新型村落 以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不仅成为了严吉旅游的新亮点 也带动了村民增收 我的土地扭转是将近15亩地吧 我还得山庄打工上班 一个月还能挣3000多块钱 以土地露骨 村民露企等方式 积极参与旅游开发项目 促进农民增收 冰雪加民俗加体育加文化的深度融合 是严吉市打造冰雪旅游项目的 又一张名片 让严吉旅游冷资源迸发热效应 5年来 严吉市接待国内外游客4,230万人次 今年严吉市被国务院确定为 十四五国家特色旅游目的地建设城市 成为我省唯一的入列城市 我们还要围绕着我们的乡村 红色 边境 美食 节庆等等 把这些旅游元素 把严吉打造成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 守望都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望都市 稍后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 都市情感剧《小舍得》 欢迎收看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 春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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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 Laurent二维穿浣 你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你是春风花雨的春天 春天大地绿丧染 春天处处是花类 春天河流滚滚相见 春天万里相遇一遍 啊 我也不认识 啊 我也不认识 你总是两天参加 你的人 千万万万 你让人们永远相见 你让人们永远相见 我爱你春天 我爱你春天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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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春天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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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